在南下的火车上 有时候对事物起了真心之心 常常只是因为一个念头而已 这个念头就是 是我这一生中仅有的一次 仅有的一件 然而所有的爱恋与疼惜 都能从此而生 一发而不可截止了 有无论求得到 有无论求得到 或者求不到 总会有忧伤与怨恨 生活因此就开始变得艰难 而复杂起来 而现在 坐在南下的火车上 看窗外风景 一段一段的过去 我才忽然发现 我一生中仅有的一次 又岂止有一些零碎的事和物而已呢 我自己的生命 我自己的一生 也是我只能拥有一次的 也是我仅有的一件呢 那么一切来的都会过去 一切过去的将永不会再回来 是我这仅有的一生中 仅有的一条定律了 那么既然这样 我又何必对某些事 恋恋不舍 对某些人 念念不忘呢 既然是这样 为什么在相见时 人会狂喜 在离别后 人会忧伤呢 既然 没有一段永远停住的时间 没有一个永远不变的空间 我就好像一个 没有起点 没有终点的流浪者 我又有什么能力 去搜集内心 我真爱的事物呢 搜集来了以后 又能放在哪里呢 而现在 坐在南下的火车上 手不停笔的我 又为的是什么呢 我一直觉得 世间的一切 都早有安排 只是 时机没到时 你就不能领会 而到了 能够你能领会的那一刹那 就是你的缘分了 有缘的人 总是在花好月圆的时候相遇 在刚好的时间里 明白应该明白的是 不多也不少 不早也不迟 才能在刚好的时刻里 说出刚好的话 结成刚好的姻缘 而无缘的人 就总是要彼此错过了 若真的能就此错过的话 倒也罢了 因为那样的话 就如同两个一世 也没有相逢的陌生人一样 既然不相知 也就没有得失 也就不会有伤痕 更不会有无缘的遗憾了 遗憾的是 那种事后 才明白得远 总是在 互相错过的场合里发生 总是在擦身而过之后 才发现 你曾经对我说了一些 我盼望已久的话语 可是 在你说话的时候 我为什么听不懂呢 而当我回过头来 在人群中慌乱地 重蹈你时 你为什么 又消失不见了呢 年轻时的你我 已是不可能再寻找的了 人生 竟然是一场 有规律的阴差阳错 所有的一切 都变成一种成长的痕迹 福之怅然 但却又 无处追寻 能在一段一段 过去的时光里 品味着一段又一段 不同的沧桑 可笑的是 明知道演出的 应该是一场悲剧 却偏偏还要认为 在银矿的热泪之中 仍然含有一种 甜蜜的忧伤 这必然 是上仓 给予所有无缘的人的 一种补偿吧 生活因此 才能继续下去 才能有那么多 同样的故事 在几千年中 不断地上演 而在内心 无缘的人的心里 才会常有一种 似曾相识的 模糊的丝绸吧 而此刻 坐在南下的火车上 窗外的天 已经暗下来了 车厢里的灯 亮起来 旅客很少 因而 这一节车厢 显得特别清洁 和安静 我从车窗望出去 外面的田野 是漆黑的 因此 车窗像是一面 暗色的镜子 照出了 我流泪的容颜 在这面 突然出现的镜子前 我才发现 原来 不管我怎样 热爱我的生活 不管我怎样 惋惜于你的错过 不管我怎样 努力地 寻找那些 成长的痕迹 所有的时刻 仍然都要过去 在一切痛苦 与欢乐之下 生命 仍然要静静地流逝 永不再重回 也许 在好多年以后 我唯一能记得的 就是在这列 南下的火车上 在这面暗色的镜前 我夹上的泪珠 所带给我的那种 温热 又有点冰裂的感觉了吧